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的这个主题是敢当出头鸟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敢 我只知道喜欢的事情就要去做 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 后来在电视上面看到了林肯公园 我受他们的启蒙 然后有了这个组建摇滚乐队的梦想 后来其实从高中就和朋友们一块做乐队 然后到了现在其实我自己也做音乐厂牌 十年前就是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做乐队 现在呢其实我也把我当年喜欢的乐队 牵在了自己厂牌下面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了自己爱做的老板 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很幸运 我真的很幸运 大学的时候学习了表演 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呢 凭借了一部一部剧 然后让大家认识 但是这个欢呼和争议呢 也是随着这个巨浪一同来袭 如果说出头呢是勇敢的一念之间 那经历风雨打破规则 是勇敢的我觉得是日常的注解 作为演员我觉得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体会不同的角色 然后也换一个角度去体会人生 去思考 对于演员这份职业 每一个角色 每一份体业 我都是万分的感激 万分的珍惜 如今呢我依旧在这条路上 继续地前行 继续地成长 其实踏入这一行啊 太多人跟我说 你一定要谨言顺行 维持好一个好的人设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 如果连这个内心的真实想法都不能说 不能去展现的话 人生太不快乐 因为作为艺人 就是任何言行 任何举动都会被大家看在眼里 但是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 我觉得做自己是最真最踏实 也是最能让大家接受的 对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我说下重点 今天我提到这个是枪打出头鸟 其实我觉得不要怕 枪打出头鸟 敢做出头鸟 我觉得做一只刀枪不入的鸟 然后飞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呢借用台下王峰老师 书里提到过的一句话 叫做愿出走半神 归来人是少年 毕竟呢 我们都说 少年感为 愿我们永远倔强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大家好 我是演员歌手 许卫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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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